我到六十歲的時候才決定,就是說再回學校 然後,花了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把我就是說,來到美國原來的目的 然後就是把它完成 所以說人只要有希望 然後每天學習的話 你就會進步 然後你的生活就會感覺到很有意義 然後現在回到那個我們陳董事長 這個就是說,他難過的講不出話 我個人也一樣 我跟那個王副董事長 還有跟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叫做李克溫 他也是化工的,我也是化工的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非常的好 然後,王副董事長他要有事情的話 跟他先生吵得不愉快 他就會想找我 因為他的先生很喜歡跟我談天 然後我們本來在2020年的時候 然後啊,決定到澳洲去拿Cruise 飛機票買好了 Lane Tour也辦了 Cruise也Pay了 然後,什麼都弄好了 結果Covid-19 然後我們就 當時就決定就說我們不要去 那個決定是對的 那個決定是對的 因為 我們知道這裡有一個同鄉啊 他就是覺得就說已經花了那麼多錢了 不去的話太可惜了 那個Penalty太高了 去了以後就 賣賣了 但是呢 我是很傷心啦 我跟我太太差不多 至少一個禮拜 沒辦法睡啊 這次我第二次 來到中美學院 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 房屋總市長 待會 我去了加州一年 差不多最近才回來 我很高興 至少 他的夢想 是想 一個禮拜 不睡好 這個是很難過 跟他那麼好 我跟剛剛 講兩個故事啦 他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說 你知道那個 王副董事長 我認為他是 差不多是Houston 最慷慨的人之一 每次我跟他介紹的話 就說 這個是我認識Houston 最慷慨的人之一 對人很好 很慷慨 你看他每次 生日宴會的時候 有沒有 一次請 四桌五桌 然後他這次啊 26號要辦一個那個 Memoria 我們那個 院長喔 會代表松年學院過去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 Video 是非常的感人啦 就是說 他幫他先生慶祝生日 然後呢 我就開玩笑 我說你要跟他親一個 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他先生也是八十幾歲了 結果他真的是 跟他親了一個 大家都很拍手很高興 這個給我們一個感想就是說 人生啊 跟院長講的一樣 一直要往前進 活在當下 我們感恩 也感念 王副董事長 這麼付出 他帶我看了三個地方 不只是這個地方 然後他是要了解我的意見是怎麼樣 因為我對皇帝傘的話 至少有一點研究 所以說那一次啊 看了三個地方 那結果我今天再來 再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欣慰了 至少 他 夢想 實現了 好